各位做好動畫之後要怎麼做預覽 那我們現在新的播放介面 跟這個是舊版本 左手邊是舊版本喔 有點不一樣 新的在右手邊這邊 你也可以找一下我們這裡 你平常用這樣子拖曳是一種方式 那因為呢 我們現在素材不複雜 對不對 素材不多 所以你覺得這樣拖曳還OK 可是以後如果你做比較複雜的案子 或者你有做的特效 可能用這種拖曳就看不大 我們希望看到真實的動畫的速度的時候 你可以找一下右手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個叫preview 可是你現在只看到局部而已 因為它下面還有 你可以移到下面還有 有沒有可以拉開 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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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才是完整的 好 才是完整的 所以當你按下 比如說我先回到最前面 當你按下這個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到它有一些綠色的會跑出來 這裡有一條綠色的有沒有 這個綠色的就是它已經佔存了 也就是用記憶體先佔存了 因此呢 它第一次在產生這個綠色的時候 其實速度是會比較慢的 那等到它產生完了 就會用原始的速度 就是你影片正常的速度去播放 我們這個因為還蠻簡單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說 有第一次跟第二次播有沒有差別 那如果呢 你希望說它幫你 這個把你佔存住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勾起來 那這樣子呢 它會把這個綠色的保留一段時間 直到什麼 你有變動 怎麼叫你有變動呢 比如說我在這邊 然後你到這邊我把它拉一下 請問我的動畫是不是改變了 所以你有沒有感覺 綠色好像變少一點了 因為前面這一段的時間 動畫會因為我剛剛的改變而不一樣 所以它就會把這個暫準清掉 可是後面為什麼留著 因為後面還是回到這裡來 是不是都一樣 所以後面的綠色就會留著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所以標準的我們預打 會用右上角這邊 用右上角這邊來做 至於說你要不要拉那麼開 看你自己 只是呢 由你來決定 要不要 就是 叫做用RAM preview 基本上 剛剛這個地方如果勾起來 假設你的記憶體不夠 比如說我現在做比較大的暗資 或者素材比較多 特效比較複雜 你的記憶體只足夠用到 5秒鐘 那後面的 它就不會再做 就是這個地方如果勾起來的話 這樣應該大致上了解 怎麼做所謂的預覽了 好 不用擔伺